去年的这个时候 我当时正带着团队 要进斩穷冰川 开着方程豹的爆果 在之前呢 因为是我们要进K2乔格里古道 就是鬼推灯小说里面说的 昆仑神宫的所在地 时隔一年的时间 当时没进去啊 我们今天呢 就直接拍到了方程豹 它的最新一款作品 叫做豹八 看到这个车还是非常非常的亲切 预告一下 我们马上在下周 就会再带团队 重新杀进K2乔格里古道的 昆仑神宫的这个地方 再战昆仑神宫 今天的这个视频 因为我们所有的团队 不是在上一个游记的项目里面 就是已经发车去往下一个游记了 公司同时还得拍其他的一堆的东西 所以今天的方程豹豹八的视频 我们尽量采用一镜到底 也是郭一博来给我拍的 大家看一下它的水平啊 到底行不行 好我们开始这次的接近于一镜到底的讲解 首先呢 豹八这款车它的核心定位 不是一个硬派的越野车 还是兼顾了很多的城市豪华行驶的需求 同时这个车我估计卖的价格应该性价比还不错 有了很多比较哇塞的配置 外加上它里面也是做的比较豪华 而跟偏向于越野属性的豹五 在定位方面有一个些许的不同 我觉得豹五应该是50%到60%是偏越野 40%到50%是偏城市的风格 但是这个车基本上是一个60%到70%偏城市 包括近郊的油 30%到40%的比例是偏一些中轻度的越野 这样的一个定位啊 豹八 好 那带着这个定位 我们就可以去看这个产品了 首先呢 这个产品 它核心的一些数据 呃 风城报拍报五的时候 从来没有人去报一个不带备胎的数据 的车长 我报了 当时呢 我说那个风城报的报五 不带备胎车长是4米5左右 很多人说呢 说我黑 黑这个风城报 说那么长的车怎么是4米5 对 那 豹八的这个车 今天我依然报一个不带备胎的长度 不带备胎这个车是4米9的长度 所以说呢 本管是我现在的这辆黑色的7座 还是旁边的6座版本 其实车厢的部分 并没有像想象的那么夸张的长度 带上备胎之后 这个车是5米2的长度 所以大家以一个4米9的车长 去看待这个车里面的空间啊 一会儿我们以对应的这个车长 来做出一个对它空间准确的平定 它现在整个的动力系统 包括底盘的系统 相对于报五来说又有了一个变化 它的DMO的整个驱动的系统 2.0T的高功率发动机在这里面 同时呢 后桥的电机已经升级到了300千瓦的动力 之前是200多千瓦 然后前桥依然保持着250千瓦的动力 所以说光电机的合并功率就在550千瓦 同时跟之前的报五一样 后桥也是带两档的变速箱 高低速的切换 包括后桥也带物理的硬锁 它的高配版本 前桥也是带物理的硬锁 低配版本可能前桥就没有这个锁了 与此同时 现在已知的信息啊 不知道有没有弹簧减震的版本 现在这些展车应该都是中高配 是满雪的云碘屁 四根液压的悬架 外加上满雪的对于刚度啊 包括阻尼可以进行调节 所以满雪的云碘屁的悬架就会非常的猛 整个的悬架可抬升 能坐到14厘米 外加上升到最满14厘米之后 它的壁柱正下方的位置的离地间隙 就是最高位啊 离地间隙 可以坐到30多厘米以上的离地间隙 所以这个车 虽然相对于爆股来说长了不少 但是绝对的离地间隙 包括刚才我所说的中轻度的越野 包括中等程度的越野 其实拿它去应付 是完全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所以它的驱动系统 包括整个的底盘的系统 放在 我估计这车主销价位 应该是30到40万这个区间 还是很猛的存在的啊 好 我们再回到车头来看一些其他的细节啊 因为我们是接近于一经到底 所以我稍微起来点 小郭给大家再看看这个车 大概外观的一个长相 整体来说还属于是一个爆股的系列风格 只不过呢 它的这个车头的整个的造型 相对于爆股来说 有了些许的一个变化 好 我又入镜了啊 你看它这个车头呢 前面这又圆润了很多 这个位置 然后我就问厂家的工程师 我说这个车是不是 前面的这个正面撞风的风 主要小一些 对 圆润的过来 然后我就说这块肯定包着东西呢 他说没错 这里面呢是包了一个行人保护的梁 这个梁还是比较靠上的这个位置 因为撞了行人之后 这块得顶一下这个行人 所以必须得把这根梁包在这里面 也就前面做了一个整流的造型 另外毕竟是个新能源的车 这个车的散热要求 其实还是非常高的 你想电击功率很大 2.0T的高功率的发动机也是很大的 这里面其实正面需要很多的状风 但是基于新能源车型 又不能前面过了太多的口子 尽量的还是封闭了一些 想把更多的排气口去往下送一送 往下送往下送往下送 然后低头 我连看到说这个 它的下护板 前缘的这个位置 这儿依然都是有水箱散热的 在这儿 并且因为它的散热需求很多 所以它这里面的主动的电子风扇 它的劲儿非常的大 有点类似于 Mega正在5C超充的时候 那应该是行业劲儿很大的一个 主动的电子散热扇了 然后我就问厂家一个问题 我说你看 你的散热需求这么大 所以说你的底下的 护板的鞋铺接到这儿的时候 这个位置如果在越野的中铲泥了 是不是会顶到这个散热器 确实有一定的这种的风险 所以这块到时候后期的话 比如咱们改护板 再往上延一点 然后护板上一些进行了打孔 然后来降低这个位置 有可能直接铲泥会堆到这个散热器的危险 这是我们宽扎到的一些细节 升到了最高位之后的爆巴 它的涉水是900毫米即更多 那这个涉水能力还确实非常的猛 然后另外咱们来看一下 高配版本的车型 它的中间这个位置 是有一个夜视的摄像头的 这块 那夜视摄像头基本上在两三百米的距离 就可以更早的发现人啊动物啊这些的 所以我觉得夜视其实是 车场在下个阶段应该去卷的东西 要不然你说那行车屏幕那么大个 你给我显示点什么东西的晚上 能保证我的更多的安全呢 甚至夜视系统都可以参与到 自驾系统的融合 更早的发现一些东西 因为确实有的时候 它视觉是看不到了 要有的时候可能激光雷达 在雨天雾天 它有可能也穿透有问题也看不到 那但是夜视系统没准就能看到啊 这底下是毫米波的雷达 然后它现在呢 这个爆巴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升级点 起码中高配都是有的 低配咱有没有不知道啊 它用了华为全套的 ADAS 3.0的 置架的软件跟硬件 中间的那个位置是 192线的激光雷达 然后大家说那没问题 中间激光雷达旁边两个是什么 旁边两个呢是厂家的朋友说 就这个车呀 哎 小哥往后拉 它如果是这么大个的一个顶 就一个激光雷达 好像有点太奇怪 所以说两边平衡了一下这个视觉 做了三个机脚 那旁边这两个机脚干点什么 你自己定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装点射灯啊什么的 对吧 咱们自己游战有余发挥啊 我没推荐你啊 你自己想干嘛干嘛 这套置架的硬件 也有这个45度交叉视觉的摄像头什么的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满血的华为置架系统 在应该算是这种的城市型的 包括具有一定越野能力的SUV 或者说是比较强悍的SUV里面 置架系统很猛的一个车了 那也期待着这些满血的华为置架系统 上这个车之后就会非常的爽 同时还有一点 因为呢它带了激光雷达 所以这个满血的云脸屁的系统 是可以提前对于路面的坑挖进行育苗 育苗之后对于整个的一压悬架提前调节好 面对着这个坑挖的不同冲击 所以这就是满血的云脸屁悬架的一个好处 截止到现在我们聊的这些信息点 我觉得对于一个三四十万主销的车型来说 如果说它能把这些配置下放的比较多的话 还是确实很先进的很多驱动 包括底盘的这套的系统 好我们继续来看 视线来到了侧面 这个小红灯只是一个反光条 不具备有灯的状态 然后看一下轮子的部分 很明显这是高配 低配是20的轮子 高配是21的 尺寸是275 50 21 市面上还有一些AT胎可以换 并且这样的车 哪怕厂家说的天花乱坠 说我们这就是城市车 但是你信我 肯定很多人拿它出去玩 一旦出去玩 就得符合寒露出去玩的定律 换上AT胎不是为了越野 首先是为了扎胎的过程中 尤其高海拔的过程中 少去换胎 换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苦 这个事儿你一定信我的啊 出去玩长途自驾 只要超过1000公里 并且往西部开 先换上AT胎 你那个高海拔 你真的换不了胎 自己真的太痛苦了 然后咱看下这个轮圈的造型 就比较赛博风格的轮圈 有这个多条的树道 然后又是黑银拼 按照寒露的审美来说的话 这肯定不喜欢黑银拼 但是没办法 那就是你自己回去改改色吧 我今天就刚把我那个买的 要扔的阿娜亚的Smart 今天下午送走 去改枪辉的轮圈去了 没问题 我觉得20寸的那个版本 可能更适合出去玩 它能选择AT胎的概率 就会更大 能看到这个车 因为它动力比较猛 所以刹车系统是打孔通风盘 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意外 这后面也应该是 这几货塞 六货塞吧 好像是六货塞 对吧 六货塞的刹车系统 现在它的云脸P的高度 这应该是搁在了标准位 没有升高 那升高之后 还是挺夸张的 嘎嘎的感觉 现在这辆黑化版本 其实黑化的还是很彻底的 这个侧面的窗框视条 上下的就等已经黑化了 你就不用自己 再费劲巴拉的给它进行了 并且这个漆面的水头 看着感觉还可以 我们打开 这辆车现在是在电踏板的 就有一定的城市的属性 这个电踏板肯定在越野模式 可以锁定的 同时也有固定踏板的版本 但是我觉得这么大个的车 你就 下次聚 下次聚 你得给大哥一个踩的地方 对吧 要不然大哥为啥买你的车 都去买普拉多去了 所以这个电踏板 包括固定踏板 还是很重要的 这样的一个配置 好 我们事先再往这个斜后来 到45度斜后看 之前我说 抱舞有点短 不太方便装东西 那车长是4米5吗 那现在这车长都4米9了 一下长了40厘米 这一下就长了不少事 风风正正的感觉 符合大家眼里面 这种的硬派 具有一定越野能力的 城市型的这种 大型SUV的感觉 这里面 我看一下 充电口在右后 6000瓦的外放电 早年间的时候 6000瓦外放电 是极为值得表扬的 但是现在基本上 大家也都 最卷的车厂 开始卷6000瓦 或者6.6000瓦的外放电了 所以就正常的水平 就正常表扬一下就行了 配了一个36.8度的 插混的电池 这个电池 是可以做到 将近4C的充电倍率 也就是说 120多千瓦的功率 那充这块电池 是非常非常的快 你发现没有 现在的这些 甭管是插混 还是增程车型 那电池 现在开始卷充电倍率了 之前可能都是1C 2C 2C就已经算很快了 但是现在 基本上都会卷3C 4C的 这三四十度电池的 充电效率 跟充电倍率的问题了 有意思 后面的这个备胎 全止寸 之前爆武那个备胎 太过于的 怕它什么滴 怕它吵 所以就是 太难拆了 就谁都骂爆武 那个备胎怎么拆 但是如今的这个 就用了跟原来 我那个趴加罗一样的 环抱式的 小书包的备胎 这个也足够的结实 然后拆装也很简单 打开门 补充一下 中高配是全系的电池门 这个来说非常好 包括这个门也是电池门 打开之后 想拆备胎 直接这个盖板 给它打开 这里面几个螺丝 就能拆备胎了 所以这个相对于 之前来说 这就是容易太多太多了 你之前的爆武那个备胎 哎呦 不好意思啊 之前爆武那个备胎 大家给它一顿屌啊 好 新的这个门 打开的角度也挺大 然后这边是带锁纸 这都没有什么 太多的意外啊 现在这个高位 里面是可以把空气悬架降低的 我今天拍的呢 这个是七座的版本 七座版本 整个的后排全是电条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电条的状态啊 在这个位置 全是它的电条的系统 我们给大家把第三排放到 看一下后备箱的状态啊 电条 还是韩龙那句话 任何的三排车 一旦把第三排收起来 它的空间就会非常大 你说这空间 我的天哪 你给它当做一个五座车开 这里面我肯定够不着 那这是踏踏实实的 死劲的摸到里面才行呢 然后这里面垂直高度也非常的高 也就是说装东西的话 因为其实高度还很重要 并且宽度也非常的宽 近身 我的天哪 这个基本上你前面如果做四个人的话 这长途全中国的旅行 这个行李都是足够装的 真的是非常大 这就相当于一个小皮卡了 然后还没完 如果你就俩人 这个七度版本有个好处 就是可以继续往前放 你就俩人的话 想拿它真当一个货车用 真的长途穿越 或者说我想在车里面睡觉 它第二排还能再放倒 注意一下朋友们 往前探一下 第二排跟第三排 看一眼 往前探 是有一个坛的 它不是一个完全纯平 那为什么呢 这很简单 就是因为啊 它如果做成纯平 它的座垫就得做的比较短 或者说是比较薄 那就不舒服嘛 抱五是纯平 但是抱五第二排就没有像想象那么舒服 所以经过纠结 工程师们决定说 我还是保座椅的厚度跟舒适 那不平的话 我到时候后期在商城里面出一个垫子 把这边一垫就变成了一个平面了 靠垫子来进行一个高度差的解决 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太多问题 因为毕竟拿它当车床的人 还是要少一些的 但是拿它如果装行李的话 装东西 这真的是一个小皮卡级别的状态 第三排呢 咱们再看一下其他的细节 第三排 然后看一下这个右边 首先这里面是有12伏的180瓦点烟器 是可以单独接一些12伏的冰箱 在这个位置 OK 往上看 它外面总共的外放电功率是6000瓦 这里面是2.2千瓦的一个交流电的插座 在这个位置 是符合国标5孔的 这个是要表一下的 然后这车里面后面是没有挂钩的 它为第三排做了很多东西 就是咱们在第三排的时候再说 少了点挂钩 然后它这后面有一个小下沉 常规的一些一压千斤顶 这些小工具是搁在后面的这个位置 总之来说就是后备箱就是大 我们现在上车 上车看一眼 我再提示大家一句 看人家现在都是压光灰的黑化 这个多舒服 这个比那亮的要显得就是审美好多了 坐在车上之后 这个车里面显得比外面要更加城市 更加豪华一点 外面还是看着硬拍越野车的风格 这里面有几个点 第一个就是你照片副驾驶这边 它跟豹5一样的上下车这个拉手 这个依然是在的 挺方便的 每次上下车这么着一拉还挺好 然后你往后撤一步看下门板 这个门板现在中间这个位置 有点钥匙的感觉 后面是大钥匙柄 挂绳的那个位置 前面那个细的就跟插进锁头里面的钥匙棍的风格 有意思 然后再看回我来 这个车里面的内饰这是高配 所以整个的顶棚上面都是几皮绒这种的风格 摸着手感还是非常好 我们就说你怎么没有白内饰版本 因为毕竟七座有个白内饰 可能里面看起来没那么压抑 因为它毕竟是个米内 米座 但是顶棚是黑的 他说现在没有计划都是一个黑顶棚 我觉得稍微有点遗憾 弄个浅色的顶棚 后面坐的时候明快感会更好一些 然后这里面的这个做工跟用料 门板上面是 这应该类似于皮革面的软糖素的感觉 这个门板的上衙的这个位置 然后门板的中间这个位置是木纹 这是真木头 而这里面是做了灯带的 也就是这个位置 它得用 甭管是激光雕刻还是雕刻 把这个木头打得非常薄 才能把光透出来 然后这底下是隐藏式的氛围灯 在这底下是皮革面 而这都是皮革面 所以这块的木纹的触感跟门板的触感摸的都非常好 好 镜头收回来 然后看一下这副驾驶前面 也就是用固定身体的这个拉手 这也都是皮革面的材质 然后这上面呢 这跟刚才一样是类似于皮革面的软糖素 这块都是皮革面的这种包裹 然后副驾驶的这个腿接触这个位置 也都是皮革面 然后这么着延展过来 所以这个车它的皮革的使用比例跟感受跟触感 在三四十万这个价位没有什么太多的可以挑剔的 然后整体的设计风格 刚才说了那几个拉手跟小钥匙的 就是有风格设计 然后剩下的基本上就是常规的新能源 几个瓶啊都挺大呀 然后中间这个新增了一个这个以为香水盖呢 那实际上就是一个小装饰 它是一层一层已经能往里透的 就有点类似于跟那个叫什么 什么这个AR啊什么3D啊这种的视觉 我以为这是能拉出来一个香水瓶呢 他说不是纯装饰 哈哈哈哈 OK 内饰设计风格用料都没啥问题啊 好咱们从上网下看一些它的细节 首先顶上呢 这块关于顶棚的操作是比较直观的 爆五上有的眼镜盒好评的 在爆八身上依然有 现在不多厂家给你眼镜盒了 留媒体后视镜 这是好评估计是高配才有 然后这边的小盖给你关上 哎不着急啊 没事跟不过来 没事摄像老师 然后看这边 化妆镜上面都是几皮肿 化妆镜呢 这个挺大的面积 这表扬 因为这化妆镜面积不大不爽 没法带一些眼镜 没法化妆 哎 摸接掉 哇塞 两边是美妆灯 然后这个的板子遮过来之后 这里面还有第二层的遮阳板 就是用于它挡侧面阳光 这块挡正前方的阳光 这也是一个出去玩车最好必备的两个遮阳板 这都是在体验方面要表扬一下的 然后回归到这个车机方面 这个大屏幕真的是非常大 比亚迪系列的车机其实我也用了很多了 什么藤氏第九啊 包括方程豹啊什么的 就用了很不少 基本上这个车机的现在流畅的程度还都不错 用的是联发科的跟它最新研究的一个车规级的4纳米的芯片 咱看看这个状态啊 切换的速度感觉 还行 还挺跟手的 但这界面就比较简单啊 咱们回到这来看 我给它进去 它这个界面你会发现没有 它的材色比较少 这渲染起来比较容易点啊 然后咱们再来一点这个导航 你看这都变成华为的ADAS的导航界面了 这是不是导航系统还没给你装上 导航还没装啊朋友们 这是试装车 这打不开 不是我们不给你演示啊 没事到时候等工程样板车再给你演示 所以车机咱们就不说了 常规的这些基于高德啊 基于这个亏空音乐 这些寒露比较在乎的东西 这个车机原来还是有的 然后继续说前面这个大屏幕 包括现在的HOD的显示效果比之前也好一些 副驾驶这边有个娱乐屏幕 但这都是常规的 没有什么太多的 就是特别新鲜的 方向盘的皮子跟包裹 绷着还可以 并且这边是接缝 这个接缝容易对手感产生影响 但它实际来说 这个接缝的过度还是比较圆润的 还比较舒服啊 OK 方向盘手感正经还是可以 然后再往下看 这底下呢 整个的是这种太金属的颜色的空调出风口 这个质感做的还不错 所以这个比亚迪的审美逐渐在疯狂的涨 这底下是两个50瓦的无线快充 然后并且呢 你看 它人家很机灵 这两个50瓦的无线快充 它就没在单独设计风道 为什么 因为你看 这空调出风口 直接能洗过来 对 我这么稍微往下调一点的话 直接就洗在手机上了 那这个就处于机灵的一个设计 那么夏天 哇 怎么着吹着 就手机就很凉快 然后在后面这个区域里 这就跟曝五就很像了 这个低速四驱 它就是用于驱动后桥的两档变速箱 然后这边是EV跟混动的开关 然后启动 然后整个的模式选择 对吧 音量调节 对吧 然后前锁后锁的位置 对 都在这个区域里面 所以这个区域里面 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 尤其是我觉得 之前的日子 你们认为水晶挡杆 不是 水晶的状态调节 有点土 一开始大家以为 但是后来看曝五 大家还挺喜欢这个区域的 我其实看惯了时候也挺喜欢 包括这个红色的按键 因为它不是那种亮光的 不灵不灵的 它其实是这种雾面的水晶按键 就挺好的 后面是双背镜 这个是 这是啥 背镜抬起来 能升起来是吧 对 背镜能伸 那它怎么不动呢 你得把它压下去 压下去 对 最深 现在这是最深 我的天 这个最深能 能这么深 这个基本上 这个最长的水瓶 搁在这里面 也不至于倒了 这个特别好 紧接着重要来了 看零下6度的冰箱 朋友们 这个是可以动冰棍的 这里面现在放了六瓶衣云这个空间 那六瓶衣云就稍微有一奶奶少 但是在月子过程中这也是能解决问题的 你可以喝完之后不断的从后备箱里面把那个热的可口可乐之类的扔进这里面 一会零下6度就冻的贼冰凉 我觉得冰箱是接下来大家一定要重度去卷的一个设备压缩机的 然后再往下摸一摸 这里面有个小下沉储物盒 这个下沉储物盒肯定没法搁寒露说的 媳妇们女朋友们的开车换鞋的勾跟鞋 平跟鞋那些没法放 但是干纸巾湿纸巾还是可以塞在这个区域里头 然后看一下这边 挺大的 副驾驶前面手套箱也挺大的 这块前面还有各种各样的相分系统在前面 在这边相分的系统 然后再说一下座 比亚迪我给表扬了 尤其是方程报这个座椅逐年的好 因为早年间的那个最早的唐DM 当时那个座皮子像个小纸片一样的薄 特别的不舒服 但是如今这个座真的非常舒服 那帕的皮子柔软度海绵的形成做的都是挺好的 这个座宽大 然后承托也很好 前面带腿托的调节 这都是这个座比较有优势的地方 并且两边你看这个座你看这个造型 你给个镜头 这一看就萱乎对不对 你看这个海绵的形成就贼软 挺好 我觉得这个座是正正经经的 挺舒服的座 那功能方面 加热通风按摩机 这都不用说了 你要没有这些功能的就不够卷 对吧 然后这边座后面可以再看一下其他的细节 好 那我现在把我前面给它调好了 调好之后我们上第二排去看看 然后一会咱们再去第三排看看 好 先把这边的座用老板件往前挪 然后并且你就不用跟着我拍了 这边老板件旁边还有两个Type-C充电 在老板件的旁边 这挺有意思 好挪过来了 前面刚才是我的标准坐姿 这个第二排我们给它往后挪一点 挪到现在第二排最大化的位置 你把这边往后挪 给大家去展示一下 第二排是电动调节 好 我看还能再往很多吗 没法再往很多了 把这颗边再往后挪一点 这个角度是我觉得正常的坐姿 因为这个车4米9的长度 它必须得考虑第三排留一些空间 所以它第二排 哪怕最大化也没法往回撤太多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撤太多的话 你就跟后面的座椅就碰上了 那就没法弄了吧 在这个基础上 好 咱先看一下空间 前面刚才是我调好的标准坐姿 两圈 两圈一纸半 两圈一纸吧 两圈一纸 两圈一纸的却不空间 对于4米9的车来说的第二排 诸规中矩 就是如果不含第三排的话 那就不算是特别大 但是现在含了第三排的话 就算是正常的一个水平 然后咱们先看一下 这个第二排有的一些细节 后面带隐私玻璃 然后这边的扶手做的还是挺扎实的 挺粗大的扶手 下面这块没有扶手 小朋友上车的话没劲拽 门板也是那种的钥匙的模式 这都没什么太说说的 也是这边镂空的感觉 然后中间的这块的控制屏 那我说一下 与其搁一个液晶屏 不知道怎么按 还不如就直接把这个功能展开到这 我觉得挺简单粗暴的 是一个就是比较讨喜的 直接去操作的这么一个形式 一旦把这边按了解锁 你这边想干嘛 这么着一按就行了 确实比直接再按个液晶屏 我觉得还是要省事一点 你没问题 那就弄呗 然后现在这个地板是纯平的 也就是你如果当它五座车 你左边右边挪 左边下不了车什么的 带着媳妇孩子 左边右边挪是OK的 第二排的座跟前面一样 就是皮子跟海绵都是挺软的 就是很多的车 它就是这种的出去玩的车 它跟第二排坐的有点硬 我觉得没必要 你就坐软点对吧 就多讨喜 这音乐一软 媳妇孩子一表扬 这当爸爸的不就选车选对了吗 是吧 脑袋顶上一个巨大的天窗 带遮阳帘 还是一个遗憾 这个要能潜伏内饰 就会更好一点 然后看一下这ISOFIX的 儿童安全座椅接口 这很重要 因为毕竟是一个家庭 出去玩的车 你看这个盖 非常外露 这个就太简单了 不用说拿手撑着包皮 再怎么给它弄开 这直接就嘎巴就卡上了 特别好 OK 现在我们在最靠后的模式下 进第三排肯定卡腿 因为车长就才四米九 我们得给它往前挪一点 往前挪一点 挪到了距离前面 一拳四指吧 再挪一点点 距离前面一拳四指 咱到后面看一眼 一拳四指 咱们到第三排看一眼 你看我下车之后 这个腿部空间还有多大 你看这还行 这边还是能正常的去下车 在这个前后的进身 咱看看第三排 我得去那边 因为它上下第三排在右侧 好 它上下第三排有一个一键 在肩板这个位置 一键这么着一抠 你看 它就会尽量的 把这个大V口给你打大了 这么着过来 你瞄一下这个位置 第三排还没放起来呢 我把第三排先给大家放起来 怎么第三排倒下去了呢 我升起来的时候 第二排是联动的 第二排联动的 对 我现在好像是前面座椅打的情况下 我第三排的右侧座 还不能联动 这个位置 没事 第三排就先 右边就先躺着 我先上去 给大家去演示一下 它在现在的上车 的这个位置 因为第三排的右侧 这个座椅是放倒的 所以稍微影响一点点 我上下车 但是问题不太大 好 我现在给大家上一下 这个位置 我这么着拉手进去 我这个身材 其实对于这个开口来说 还OK 但是必须得说 这个车长总共的四米九 不是那种贼大的车长 好 上来 坐进来 这种情况 有一种情况就是 我这边 搁了一个长行李 我没把这个座打起来 因为它往前走的时候 这个联动系统 它就升不起来了 在电控的系统里面 我是个一般的成年男性 我这个第三排座椅再往后放着 我现在就等于是 不要后备箱了 我就等于是坐在后备箱的 这个位置的第三排 我前面 第二排 距离第一排 是一拳四指 我成年男性 坐在这个第三排 现在这个腿部空间 是三指多吧 三指多 不到四指 四指就在那儿C了 咱不说四指 就三指半吧 在这个空间 我客观的说 在我坐过的四米九的车里面 这个空间并不算小了 因为有的四米九的车 这腿就直接顶上了 但起码 人家还是给你留了一些空间的 当然了 你就别说那后备箱还有没有地儿了 后备箱的后面 这就这么大的地儿了 只能搁点随手的手包了 这个就看你的一个取舍 这个情况肯定不能跑长途 主要是城市内的多人 临时应急性的通行 但是呢 它这个第三排的座 比较软 这个座不是那种的贼硬的座 这个就正经是 由海绵形成的这个座 这个并且靠背 也是挺软的 这个车 靠背 这个下线的程度 包括这个屁股下线程度 都还可以 这是让我有点没想到的 因为我以为 这就是个小板 但实际上 空间还是 包括座椅转映 比我想的要强一点 OK 咱们看一下其他的配置 这个玻璃也不小 后排的公交出风口 后排的拉手 然后后排的这边 单独的地瓦雷的中音的音响 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 它的那个地瓦雷的音响系统 虽然没走这个全景声的协议 但是呢 授权啊 全景声授权 但是呢 它前面的A柱做了一个三分频 A柱的上面是高音 然后门板上是中音 然后门板的下面是低音 这种三分频之后 让整个的音的干净程度 会有一个继续的提升 本来这个地瓦雷的音响 就做的还是不错的 所以这个第三排的空间 跟座椅软镜 比我想的还是要强不少 我们现在下车 它这个下车的门拉手 这块就是为了给你撑着 这么着走下来的 我建议啊 这个车 就是 可以不要这个七座 你买那个六座 因为买六座中间是带通道的 它的第三排 就是视线也没有那么压抑 极限来说 从中间通道过去也大差不差 然后外加上说实话 我们当床车的机会并没有那么多 绝大部分还是 就是前两排拉人的 第三排 座椅折叠起来去拉货的 毕竟长途去玩嘛 所以我认为六座版本 可能对这车来说 会更加的实用一点 包括六座版本 你带着家人出去玩 那夫人也可以转90度 把腿搁在过道里面 去照顾旁边的小朋友 这都是可以的 OK 这么着一圈看完呢 我觉得鲍巴这个车 只要价格定的还可以 因为东西 对吧 华为A.3.0支驾系统 然后比较猛的DMO的驱动系统 然后满血的云脸屁的悬架系统 然后车里面坐着也挺软的 然后车里面的整个的皮子面积也很大 然后哪怕第三排临时接济一下 做人的话 也不是说完全寒露这腿就顶死在前面的 这样的一个第三排 然后第二排的座也相对比较软 可能唯一唯一就是照顾第三排 所以它第二排没法拉得特别靠后 导致着这个车如果第三排不坐人的时候 它的第二排腿部空间按照寒露的标准 基本上就是两拳一指半的腿部空间 可能唯一就这一点点稍微小了一点 别的槽点并不是那么多 这个车的核心定位 我觉得是对于30万价位区间的各种车型 尤其是主打这些出去玩的车 比如说像是问界系的这些M的这些车型 包括理想系的L系的车型 包括其他的一些 有可能长途自驾 包括城里面也兼顾着行驶的 这样的车的一部分的功能 需求是有冲击的 所以希望爆巴去定一个好价格 这是一个我觉得长途出去玩 还挺不错的车型 有点意思 感谢观看